我今天讲的故事叫做蜘蛛开店 有一只蜘蛛每天坐在网上等着小飞城路的上面 好寂寞,好无聊呀 蜘蛛决定开一家商店 卖什么呢?那就卖口罩吧 因为口罩分起来很简单 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挂了一个招牌 上面写着口罩片之间 每位顾客只需付一元钱 顾客来了是一只河马 河马嘴巴那么大 口罩好难分啊 蜘蛛花了一天的时间 终于把口罩分完了 晚上蜘蛛想还是买围巾吧 因为围巾分下来很简单 第二天蜘蛛的招牌换了 上面写着围巾片之店 每位顾客只需付一元钱 顾客来了指甲身子不见头 原来是一只长颈鹿 他的脖子跟大树一样高 脑袋从树叶间露出来 整对着蜘蛛笑呢 蜘蛛缝啊缝 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终于把那条长长的围巾缝完了 蜘蛛累的趴了在地上 心里想还是卖袜子吧 因为袜子分起来很简单 第二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 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 每位顾客只是付一元钱 可是当蜘蛛看到顾客后 却匆忙吓得回到网上 原来这个顾客竟然是一只四十二只脚的蜈蚣 而来啦 劳蛛 每个字 trif 这一下 太酸了